2023年台大校园实体真才 于四日登场 在乔生武士团中开幕 以永续智能新经济为主题 共有310家企业参加 新任校长陈文章 起勉学生 要培养国际观与跨域专长 以应付未来职场所需 电源供应器大厂台大电 今年预计招募2500人 而日本第一半导体设备商东京威力 也祭出道职一年 即享有10天特休的好福利 提供非常多线上跟线下 很多不共同的职缺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用 你的科系别 或者是你的经验 去限制你的发展 今年也非常强调 就是数位转型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资讯的人员 除了负责我们公司里面 内部的应用系统以外呢 还有大数据分析的 一些相关的工作 尤其是在电动车 绿能除能方面 以及像AI资料科学家 等等方面的一些的 人才的需求 是非常的迫切的 从三月的春季校征开始 预计会参与六场的 实体的校园博览会 那除了校园真才之外 我们也会深入到 每一所学校里面 去做实体的校园企业说明会 依依仁林航在现场力挺毕业生 特别加码抽出一万元大红包 共抽出两位幸运得主 人潮多到几报摊位 黄圈勋工商管理学系的 好帅喔 本人吗 今天非常幸运 就是可以来台大这边 逛就业博览会的同时 也可以拿到就是意外之材这样 ChairGPT的免费课程非常实用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样 恭喜得奖的是 国立台湾大学电子工程系 手机莫参马840的李缺宜同学 有了吗 恭喜李缺宜同学 就是很惊讶这样子 就是本来想说只是来看看 然后没想到就是中奖这样 依仁林航和科技岛网站合作 集结专家学者开设ChairGPT 免费线上课程 将于3月16日线上开奖 迎接数位时代来临 依仁媒体中心采访报导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